开始我的小夜宵雪茬 这是切过的 里边还有点皮豆 这是那个柴骨肉 这个是那个酸菜 自己家酸菜 这是骨头 这所有的都是那个 就是当地杀的农村大笨猪 农村大笨猪 来吧小夜宵走起 这个今天喝瓶的 这个还是那个 那个元旦那天喝圣瓶 这个小酒瓜 这又点一下了 点点点就点毛 点点点就点毛 哎呦妈呀 跋山设计的够 够吃湿一水 消灭 得确定它不烫掉 来吧就我们走一口吧 新的一年了 咱们再想见你看 现在是已经2024年了 2024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健健康康 平安 完了之后 其次是那个赚大钱 首先必须有健康 平安幸福 完了其次赚钱 走一口 这个酒挺有劲啊 这个酒虽然才50个多 但是感觉这个酒 就跟60来种的 挺有劲的这家伙 这个农村大笨猪我跟你说 就优点就是肉贼香 居然就吃不了几块 亚门黑用姜农村话来说 吃两块就拿住了脑筋了 吃不进去了 挺香的肉 大爷给你们喝喝的香酒 烙烙喝 慢慢尝夜嘛 吃不吃啊 咱半杯半杯来吧 一杯一杯来 太急了 这一杯又没啥了 你说你们要是跟我做邻居多好 我天天 哎呀 我希望能教点好酒有正能量的 咋呢 人家一提起我吧 就是我那个什么大酒懵了 但是喝酒喝喝酒它不一样 可能有的人喝酒吧 就是天天在外边 人不管胡蹦狗有一顿焦 在那外边 我是咋喝酒呢 我是在家自己没事的时候 小饮就像现在这样事的 就这样自己没事做聊天 我从来都不跟那些 那我年轻前我也不跟外人说 今天忽悠上外边一顿 胡蹦狗有咖的 很烂就那样似的 咱从来不那样 我不跟外人喝酒 我就跟自己家里人没事过解 或者啥喝点在一起聚散喝点酒 晚上就是没事自己晚上 或者啥说 没事做小热物炕头 就跟一种 咋就像星期二号似的 就是这样是 小饮 所以我这样我觉得没啥 一次我也不喝太多 来 多做一口 等以后你们来农村这边买个房子 反正我们黑熊江那边农村的房子 都很便宜 你一两万两三万还都能买个房子 其实在我们黑熊江那边 其实它盖 买房子 盖房子不如买房子合适 其实你要盖个 哎超一点的 做的房子啥的 都得十万八万的 但是你买的话 一万两万都能买下来 甚至可能更甜 买买了 盖房子吧 你现在人工 人工你知道比较贵 完之后那个 那个材料还有 都没干房子 就是墙体还厚 地基还深 还得需要保温的东西 房子里再安过炉 哎 就是什么窗户 什么那门 都需要那些保温的 都都比较厚 所以它比较费材料 房子下来的价格 其实并不便宜 哎 让我先走一口吧 哎 这酒确实挺有劲儿 好像 比我喝那60度小时 我感觉这手大 有没有猜 这是啥酒的 哎 我怎么感觉我聊泡蹄儿了呢 我聊的 我要聊的是说 你要跟我 就是当邻居的话 你会非常幸福 幸福 你知道吧 咱们是同理人的话 没事坐一起喝个小酒 唱唱唱唱的人生 就是做一个 就是存有仪的 就是真正的好人在一起 就是好邻居啥的 完了呢 饭你看像今天是 你看今天我家每次做饭 就做住啊 你这长年都不用做饭了 就少爷送饭了 我和我老公的热情欢迎你们 我俩人可喜欢交朋友了 而且是 喜欢交正能量的 不是那种狐狐狗友 就是那种正能量的好人 就是正常人 正常人就是 温厨是啥的一些 正常一些的 不是那些那些 那些辣马戏头的人 你懂的 是皮肚 行了咱们自己 不想弄这不好 我就是围屈 每天 每天带围巾 做完饭之后 都忘了 每次都躺下 睡着之后 睡着之前 睡觉了脱衣服 才把这围巾脱一些 可敬业了 咱们下期见 睡觉了